嗨 大家好 我是Cindia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首先 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那今天開始呢是我的新年特別企劃 也就是從除夕到應該是初五都會有一支影片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鎖定 那我們新年企劃的第一彈就是我今天要來分享 我的房間 也就是我的room tour 那首先是要澄清一點就是我其實平常 房間不會這麼的乾淨跟整齊 但是為了要表現我乾淨整齊的一面 所以今天就整齡的很乾淨跟整齊 嗯 這個是我們家三姐妹的照片 我那個時候大概是兩歲左右吧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是我大姐 二姐跟我這樣 And without further ado Let's go in 那一走進來呢這個大概就是我房間的全貌 那我們家的風格都是走那種比較溫暖的木頭風 所以大家會看到有很多的木頭的家具這樣子 那首先呢轉到這裡來吧 我今天拿著我新買的腳架 今天就是有一個全身鏡的部分 所以我時候會來這邊拍照啊 或是檢查一下我今天的outfit長得怎麼樣 那再轉過來這邊呢 就是我的一個有點像是展示櫃的東西 小時候這邊比較像是我的美術作品展示區 但現在這邊就是擺一些芭蕾娃娃的裝飾 然後這個呢是我平常最常用的一個區域 裡面就是像deodorant 然後常用的一些唇彩 然後那邊有一些保養品啊香水什麼的 然後這是我的眼鏡 手錶還有這個呢 沒有你不應該在這裡的哈哈 那基本上這裡就是我所有的手勢 像是耳環或是什麼的 就是我應該買一個專門來放耳環的 但是我一直沒有時間 所以就放在這裡 這邊呢就是另外一些像香水啊 或是之前囤著的保養品 這邊就是一些常備的東西 像是化妝棉或是睡覺的面罩 還有一些休足時間等等的東西 對大概是這樣子 接下來呢我來介紹一下我的床 那我的床的尺寸是其實比單人床再加大一點 所以我說我的床包或床單都要就是特別訂做 原因呢是因為我小時候非常不會睡覺 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常常睡一睡就會滾下去 所以我到國中之前 我的床的兩邊都還有一個像翅膀的東西 就是防止我滾滾滾會滾到地板上這樣 所以我小時候就是做了一個比較大一點的床 讓我睡覺 床單的花色呢是我自己選的 就是這個我覺得沒有到很老套啦 就是一件唇液暗感的花色 那跟我的枕頭就是同一套這樣子 那這個呢大家已經看過了 就是我之前在香港機場的迪士尼店買的 就是一個毯子這樣 最後呢就是我的貝貝 它其實已經被洗到有一點 就是你知道都受傷了 但你知道嘛就是小時候 總是會有一條貝貝或是一條毯子 就是你從小抱到大的那種 就是你對它就是一種深深的遺恋 這件就是這樣子 所以 哇 那我媽都說 你知道聞起來很臭嗎 我就說沒有 這是屬於童年的味道 如果你有這樣類似的小東西的話 可以留在下面 我相信我不是孤單的 那這一塊呢就是我目前還在計畫中的一個 拍立德的區域這樣 首先這個呢是我一個前同事 他非常的會寫藝術字 他在最後一天的時候就送給我們一人一個 那我拿到的字是 夢 對 非常感謝他 那這邊呢就是一些回憶啦 像是我跟我侄女的照片在公司 嗯 對 自拍 然後這個是上次在Meg見面會的時候 我們工作人員一起拍的照片 那這兩個呢就是之前 彼得巴里蘇珊媽 Cody的周歲趴的時候 我們一起拍的 那這個是跟 Julia 這是莉穎 這個是Meg 然後唱作者拍對 這個是跟娃娃一起拍的 那這兩個是滴妹生日拍對的時候 工作人員的名牌 還有我們做的感謝小卡 然後上面都有滴妹的簽名 所以我好留著 然後這個是我跟一人在加拿大的照片 然後最後是這個Christian Dada 在活動的時候他們可以拍照這樣 所以 對 就是有一個小小的照片回憶區 那希望可以未來增加更多的回憶這樣子 床的部分還有就是這個 大家已經都看過的地圖 那這個是我一個朋友 因為知道我非常喜歡旅行 所以就送給我一個 那這個的用處是什麼呢 就是你如果有去過的地方 你就可以把它刮掉 那你刮出來之後 它裡面會是彩色的 所以就是你去過越多地方 你就可以刮到越多 你的世界地圖就會是越繽紛的顏色 主要就是之前在美國的時候啦 然後加拿大 還有一小塊的歐洲等等 所以很期待未來可以去更多不一樣的地方 然後真長見聞這樣子 對 那接下來就是我的床頭櫃的部分 這邊呢 是我最近一個新買的水壺 然後上面寫Lost in Autumn 我覺得超可愛的 它是一個700cc 然後可以保冷又保溫的水 所以我就是放在床邊 這樣我隨時想要喝都可以喝 也就是鼓勵自己多喝水的意思 當然也會有一個面紙 因為我是中華名兒 所以一起來常常會打噴嚏 那就需要面紙 然後這個呢 要特別講一下 是上一次去大阪的時候買的 然後它就是一個可以發亮的小東西 然後我在上面擺了Clumsy Cynthia 所以我覺得很可愛 我就把它擺在床頭 那這個就是我的香氛機 然後還有更多的香氛 還有一個小時鐘 那個其實是一個開瓶器 是之前有一次聖誕交換禮物的時候抽到的 那至於這邊呢 我必須老實的說 就是我會有一兩塊就是 我幾乎完全不會去動它 所以它裡面呢 就是一些 呵呵 一些很多的雜物 以及裡面有更多的書跟雜物等等 我就是不太會去動它 我相信你們一定也會有這樣子的區域吧 就是永遠都不會碰觸到的禁忌區域 那接下來呢就是我的衣櫃啦 衣櫃這邊呢也是一個擺滿了收納箱的地方 主要是這邊我覺得還蠻有條理的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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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媽之前真的是看不下去 所以把它整理的真的是蠻有條不問的 然後特別要分享是上次聖誕節交換禮物的時候 呃 我收到了五件長得一模一樣的Hoodies 所以就是一二三四然後又有一件在公司這樣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衣櫃裡面都是那種很寬寬鬆鬆的Hoodies 或者是大學體這樣 因為 I feel the most comfortable in there OK 那這邊就是有衣服啦 然後褲子等等的下面 那我就不贅述 因為我的衣櫃現在是蠻無聊的 好 我們家櫃子真是太多了 那旁邊這個櫃子一打開你就看到 哇真的是好亂了 這邊呢主要就是把一些小時候 從學校那邊拿回來的東西 或是我現在基本上一定不會用到的 例如說你看以前寫的書法啦 然後獎狀啦 其他就是很亂的 我們就關起來不要看了 那我們現在移到這個東西好了 那這邊呢就是我的一個衣架 然後我記得好像也不貴 但是我覺得很好用 首先呢我這邊就是有掛我平常最常用的兩個包包 就是貝拉貝拉的 還有這個黑色寶寶 這兩個我跟你講出去玩真的超好搭又超好配 然後另外呢這邊有一個 之前去Youtube FanFest的時候 當工作人員的名牌 我覺得也很值得紀念 所以 那這邊呢有兩條我自己也很常用的圍巾 這條是朋友送我的是Burberry的 這條是我媽從澳洲買回來 應該是UGG的圍巾 這件大家都已經看了無數次的外套 就會掛在這裡 那這裡也是另外兩個我常用的 這個是Michael Kors的隨身包 然後這個是LongChamp的一個就是Small Toe Bag這樣子 下面的部分大家可以看到我這邊有一個白色的桌子 這個其實是IKEA買那種可以在床上用電腦的那種床上桌 但是我後來發現我沒有很奇怪那樣子用 所以我把它拿來當成Extra的Storage Room這樣子 我的相機包 有點書 我的Starbucks mug 還有一些Lily Lab的東西 就是基本上 咋悟趣的意思啊我想那麼多 哎呦哎呀 那我繼續來到我的桌子 哇我真的是很久沒有看到它這麼整齊 這麼漂亮 我昨天真的是收到天荒地老 大家快點給我一點掌聲鼓勵一下 我先跟大家介紹一下桌面好了 除了有我的電腦之外 這兩個都是在無印良品買的 手拿空間這樣子 那這邊就是我所有的刷具啦 或是有一些 梳子 髮箍 然後筆啊 什麼等等的 那這邊是比較我平常會用到的東西 這一層呢通常會裝一些體積稍微大一點的 例如說像眉筆啦 眼線 或是這種Mascara 或是Eyelash Curler 這邊主要就是唇膏為主 上面就是一些化妝會遇到的一些小東西 那上面呢 上次好像跟查理去工作的時候 呃隨便轉到的一個優戴 那這個是娃娃送的FuFu 然後我的GoPro 後面呢就是Innisfree的指甲油 還有三個Jo Malone的香水 轉到這邊來 嗚 嗚 嗚 臉好大 這邊呢主要就是保養品類的東西 像我有Kiehl's的這個金獎化化妝水 Pierre全的金透奇蹟水 還有這個資深糖的一個化妝水 這個是摩洛哥油 是藍芝的Waterbank Moisture Cream L'Oreal的一些前導精華跟眼霜等等 這幾個都蠻好用的 都很喜歡 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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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下來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桌子底下的秘密吧 這個也是在好像是PC Home上面買的吧 我記得超便宜 好像才不知道200塊300塊 然後就有一個這樣 質感算是蠻好的收納空間這樣 好我現在拉近一點 最上面這一層我主要是拿來把一些筆記本 或是書 或是像這個 我們這種收到削品誌的專輯 都會放在這裡 那我們的第一層呢 所有像是腮紅或是眼影或是這樣 就像粉類的東西都會在這裡 那我分享幾個我最喜歡的好了 我非常喜歡這個Hourglass的 Impline Lighting Added Palette 那裡面就是有三個highlight 然後兩個blush跟一個bronzer 那這個用起來就是超自然 然後會讓你覺得你的皮膚就是好到會白裡透亮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很喜歡它 另外一個非常喜歡的就是這個NARS的DUAL Eyeshadow 那裡面呢就是這個金色跟棕色的顏色 它這個顏色組合 就是你不管你的膚色怎麼樣都很適合 所以我很喜歡它 腮紅其實我非常喜歡這個Rimmel的 它叫做Lasting Finish Soft Color Blush 它的顏色是010 Santa Rose 它裡面有帶一點點的珠光 所以 喔好你看不到 哈哈哈哈 上起來就是感覺很有氣色然後很可愛的 那接下來我們move on到第二層 裡面包含了什麼呢 就是包含 所以你擦在臉上的東西 妝前乳粉底氣墊 然後powder就是 everything 像我臉上用的現在就是這個Kates的Powdery Skin Maker 這個用起來非常的舒服 非常的輕薄 然後不會讓你覺得很caky 那如果是專櫃品牌的話 我很喜歡雅詩蘭黛還有GA的這兩個 一個是Luminous Silk Foundation 然後一個是Double Wear 最後一層呢整個有點太重 我覺得它已經快要掉下來了 那這邊主要就是放一些像 護膚品或是保養品 有時候他們會給你一些像 試用品 就是包裝會比較小 那我就會收在這邊 然後以後如果要出去旅行的話 我就會把它整理成一包帶出去 我就不用帶很多瓶瓶罐罐或是什麼之類的 好 順便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 我媽可能覺得我的東西會太多 所以我的床這邊跟那邊下面其實都有多兩個抽屜這樣 那這邊我主要就是裝一些像電器或是電線 那至於這一邊呢一打開 哇真的也是很亂的 然後現在 啊很亂啊 對 好的 那今天影片大概就到這裡啦 希望大家會喜歡我的房間 雖然說我真的是很久沒有看到我的房間長得如此的乾淨跟整齊 天啊你看我居然還有小小時可以佈置我的牆呢 我就是想要給自己拍拍手 那希望呢我的房間在2019年都可以維持如此的乾淨跟整潔 我相信我媽會很開心的 嗯 如果你們喜歡今天的影片 請按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希望你們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從今天開始的影片 然後我會在下一集再見 Bye 哇 題外話 今天的衣服呢 沒錯就是 我真的是用生命在愛的 洋裝 就是MAG跟MOBO的聯名 對 我好想講說 下面的部分呢 這邊主要是一些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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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出來了 我好像睡覺了 可愛 可愛